接下来是世界都在开的单元 这是我们的主品美少女张佳玲 大家好我是佳玲 张姐你知道吗 我前几天在科技网站上 TechQuant去看到一条新闻说 IBM他们推出了一项新的软体服务 可以检测人工智能系统的偏见 去为正在做出的自动决策提供解释 没有想到AI偏见竟然也提出一种商业机会 我对于商业机会是没有太大的兴趣 不过你说这个人工智能也有偏见 所以他们有种族歧视吗 他们有西别歧视吗 当然因为这个人工智能 或许它可以屏除人类的主观情感 但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其实并非绝对的客观 因为机器在学习的知识或者是数据 都是来自于人类 也包含了人类的偏见 所以是我们人类带坏他们咯 对可以这么说 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那些年被网友带坏的机器人吧 那Tech它是2016年微软开发的人工智慧聊天机器 他拥有学习吸收对话的能力 可是呢 他就被网友故意喂食一些种族歧视的言论 跟一些冒犯性的言论 所以Tech在上线20小时后整个大崩坏 是怎么样个崩坏法 有我们这个节目崩坏我们观众这么严重吗 其实我觉得跟Tech比起来我们已经很可制了 因为像Tech呢 他就会发表说像 911是不喜感的 或者是希特并没有做坏事这样的推特 甚至有网友问他说 你是种族主义者吗 然后Tech竟然回他说 因为你是墨西哥人 这非常的可怕 他真的完全被调教成这个种族狂热分子了 对 没错 而且因为Tech他并没有道德价值的判断能力 所以他才会在大量的自我学习当中 变成一个口出会言的种族主义者 更糟糕的是 微软当初还帮他设计了一个 即兴搞笑的功能 所以当他发表这些歧视性言论的时候 他的态度就会很轻浮 那网友看着就非常的开心 其实Tech这个例子就是告诉我们 其实真正可怕是躲在网络后面这些人吧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假新闻其实也是同样的状况嘛 对 然后后来其实微软他们有在记取这个教训 然后就推出了第二个机器人叫Zo 那他就对这种政治跟种族议题敬而远置 如果他被问到一些比较敏感的关键字 他就会说 这个对话让我很不舒服 可以换个话题吗 这个机器人是蛮滑头的 OK 那不过说实在这个人工智能 如果存在这个歧视的问题的话 应该会大大的影响我们的生活吧 对 没错 其实它已经默默影响我们生活很久了 但是很难被发现 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test之外 其实生活中还有很多案例 像是有一个22岁的亚裔DJ 他在申请纽西安的护照的时候 他就被拒绝 原因就是因为他眼镜比较小 那处理照片的系统就自动认定他说 他双眼是比上的 不符合相片的要求 还有像是Google 他在第三方的网站上面的广告里面 他向男性求职者展示的招聘广告的待遇 就普遍比女性求职的高 还有范姐今天回家可以试试看 你在Google上面搜寻Doctor的图片 大部分出现的都是男性医生的照片 怎么听起来是Google这个家伙老是出包啊 对 因为毕竟他背后就是 他的搜寻机制就是靠这些大数据 不过呢 Google还有出一支动画影片 他就是跟大家说明说 AI是怎么如何不经意的 去学习到人类的偏见 偏见也不是只有单一的形式 而是存在着很多种类型 他就整理了三种偏差 第一种最常见的就是互动偏见 就是当机器他被设定 跟周围环境互动学习的时候 他们不能决定要保留 或者是丢弃掉什么数据 他们也不能判断什么是对的跟错的 所以听起来就有点像 前面这个机器人Tay嘛 对 范姐非常的聪明 或者像这支影片让大家 就是每个人都去画一支鞋子 大部分的用户可能都会画男性的球鞋 但是以这些资料为基础的系统 可能不知道高跟鞋也是一种鞋子 那第二种叫做潜意识偏见 就是指演算法 他会把错误的观念 然后去跟种族 或者是性别的因素连接起来 这个例子就是你刚刚讲的Doctor嘛 对不对 他就一搜索就变成男生比较多 但是如果搜索护士的话 就会变成女生比较多 对不对 范姐的反应非常的快 那第三种就是选择偏见 就是会因为一些数据 而影响到他最后演算法的结果 导致于过度放大某一个族群 使得该演算法对这个族群有利 但是代价呢 可能就是去牺牲另外一个主体 就是选择偏见最好的例子 就是川普嘛 是不是 对 我觉得范姐你比人们之后还要聪明 那我来举一个例子好了 就假设我今天我的公司 想要招聘一个可能管理职 那为了找到这个最好的人选 我可能会把过去 成功申请到这个数据的人 一些相关的背景 然后输入到这个算法里面 可能我不知道具体的选拔标准是什么 但是这个算法就可以在过去的数据里面 得到一些算式 比如说可能获得这个职位的人 通常就是中欧的 40岁的白人男性 或者说这个职位长行会去拒绝一些 可能想要重返职场的全职父母 那所以数据在筛选之前 就有可能会先把这些全职父母 给排除在外 其实现在大家说全职父母 其实大部分的还是女性嘛 所以这还有可能造成性别失调 所以到底要怎么监督呢 在2017年的Beneficial的AI大会 像霍金啊 还有像那个Elon Musk这些人 他们就联合发布了 爱斯罗马人工智能的23项原则 他们就定下这些人工智能呢 应该在生产力 就赋予了欧盟的国家公民 可以去审查某一项特定服务当中 它背后的这些数据演算法 是怎么做出决策的一个权利 听起来还是蛮悲观的 但是只要这个社会 还存在偏见的话 我想人工智能的偏见 还会继续的存在 那么在现在到底有没有技术呢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有 像现在IBM的做法呢 就是让机器去解释自己 让人工智慧呢 自己去证明自己决策的正确性 不过范姐知道吗 像IBM呢 它自己也有开发一款 带有偏见的软体 就是现在纽约警方用的 视频监控系统 这个系统呢 它可以让软体 根据肤色 发色 性别 年龄 去搜索相关的人员 其实就是大规模的 种族区别监控系统 非常的幽默吧 希望IBM开发这个工具呢 能帮助他们自己 揪住他们自己的偏见 如果大家对于这个议题 有任何意见的话 欢迎大家上网来告诉我们 马上回来